说昨天晚上7点左右,在沈阳市浑南区沈本大街全运三路路口,一辆西向东行驶的面包车先后撞上了两辆南北方向行驶的白色轿车。 这个路口不仅有信号灯,而且工作正常。 那这三辆车怎么会撞到一起了呢?难不成有一方闯了红灯吗?咱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。 在事故现场,记者看到,事故发生在路口中间,一辆面包车撞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轿车的左侧。 面包车的后方还有一辆左前侧破损的白色丰田轿车。 咋装的这些刹车?怎么装的? 好像谁都穿不上红灯,我感觉立得,瞬间我过来了,刚起雾嘛,我应该到中间了,我面包车驾驶人说, 当时他开车西向东过路口,当时好像是绿灯进的路口,开得比较慢,到路口中间变了灯,结果与南向北方向的两辆并排行驶的白色轿车发生了碰撞。 这两位轿车驾驶人说,面包车所在的西向东方向,当绿灯变红灯之后,还得再过差不多10秒钟,南北方向的信号灯才变成绿灯。 由此判断,既然两辆白色轿车都已经开进路口的话,那面包车当时很可能是闯了信号。 刚变绿灯嘛,刚变绿灯起步到这儿,他可能稍微慢点就停住了,我在他这边这次,我没看不着。 后来我稍微一加速,刚起步你说能够坏。 他从这边过来了? 他回头过来了,他就闯红灯了,他刚才现在,他哪里说闯红灯,现在这车车明明不够。 他感觉我看那是绿灯,没事吧,我就瞬间眼睛没见着。 他抬眼,头眼有往那绿灯了,没回事了。 他吧,走神了。 走神了,是。 一下走神了,就想事了。 这人都没有啊。 因为你俩这个信号。 他今天头上提总的话,绿灯红灯了,看不起。 交警在现场没有认定事故责任。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,还需要警方来认定。 在这儿呢,我们还是要提醒大伙,开车经过路口前一定要看好信号灯,可不能够迷迷糊糊的,要知道闯红灯那是相当危险。